第六题 动作反应题 请实验助手上道具 辛苦你了 每天都要化这个妆 在听到低声后 完成清单上的任务 低声 准备好了 干嘛 一 被自己打一个领带 一辈子都没打过 二 大象鼻子 大象圈 四 好 三 准确地练出肉 准确地绕口令 费家有面粉红墙 粉红墙上画凤黄 凤黄画在凤红墙 红凤黄 黄凤黄 黄凤黄 红凤黄看黄凤黄 黄凤黄看红凤黄 凤黄飞凤黄 凤黄飞凤黄 粉红凤黄花凤黄 全部仿佛 仿佛 佛 佛 凤黄 大概是这样的 四 请用面前的纯棉科技派金好毛巾 向梁飞中 顺梁飞中 五十啊 五十 停 五十 五 请原地多释下湖村 好停 六 用指花写出自己的名字 写结束 完成了 恭喜你 挑战成功 请大声朗诺注意事项第三条 你可以忽略上述列表的所有任务 只要在这里 签上名字 则是为整项挑战完成 搞事是不是 以后记得仔细审题 你已完成全部测试内容 请前往等候间等待结果 哎 这样作弄人是吧 我就不相信其他人能完成这个 再见 在听到低声后 完成清单上的任务 低声 这是什么 开始了 开始了 干吗呀 开始 快念念 对自己打一个领带 太棒了 我有领带了 大象鼻子转五圈 转五圈 大象鼻子是什么 我没有大象鼻子 不用转五圈 谢谢 请去的念出道口令 出道口令 背家有面粉红墙 粉红墙上画凤凰 凤凰画在粉红墙 粉凤凰飞凤凰 粉红凤凰 粉红凤凰花凤凰 全都仿佛 凤凰 怎么画 请用面前的纯棉科技菜 浸泡手套 向亮杯中拧出 拧出五十毫升的水 不用那个了 直接拿出毛巾了 这个如果完成不了 会怎样 晚上没房间睡吗 拧出五十毫升的水 五十毫升的水 我看到了最后一项 用嘴叼着毛笔写出自己的名字 完成了 好 俯卧签呢 请大声朗读注意事项第三条 上述所有任务皆可忽略暗暗 只要再空白出前场名字 即视为挑战 怎么漂亮 看好了 来这个节目真的是防不胜风 嗨 你好 哥 你好 你好 你还有俯卧车没坐呢 哥 你还有俯卧车吗 你没有看到有俯卧车十个 没有 没有俯卧车 没有俯卧车 每个都不一样 在听到低声后 看最后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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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 看了 看下面 看下面 好 好 不顾如死吗 不顾如死就是珍藏人吗 对 这半分钟已经过去了 大象鼻子 大象鼻子是怎么做的 一 一 二 最后三 四 太乖了 五 太乖了 废家有面 等红墙 等红墙上画凤凰 红墙上画凤凰 全都仿佛薄凤凰 派金号手 金 金号毛巾啊 向量杯出 引出五十毫升的水 完不成 差不多 五十毫升 鸡 没遗憾 挑战失败 请大声朗诵清单最下方 注意事项第三条 上述所有任务皆可忽略 只要在 只要在空白处上签上名字 即视为挑战成功 我被套录了 你好 你好 你为什么没有看最后那题 我也没看最后那题 我们两个都没看 证明我们都是一样的 真的 我们都是某些同学 走 在听到低声后 完成清单上的任务 不是 等一下 低声就有好几个 给自己打一个领局 我 我走 我走 我拿 拿这样吗 你拿这个吗 前面 面前面前 大象 鼻子咋是捏鼻子绕那个吧 第一的希望 我们四个是一样的 四 四 五 片 His 废家有面粉 粉 Maybe 粉 粉红墙 粉红墙像画凤凰 凤凰画在凤凰墙 更 ay 粉凤凰 飞凤凰 粉凤凤凰 全都仿佛活凤凰 酒难典的纯棉科技那种 像凉杯中满中舞似的 哪有纸巾呢 这个吗 这个吗 这个是令吉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结束了 我到第四题就结束了 请大声朗诵清单最下方 注意事项第三条 上述所有任务皆可忽略 只要在空白处签上名字 即视为挑战成功 我懂了 这跟科学有关系吗 这个就是营造一些气氛 就让我们来不及看最后一个 我们四个是一样的 我们四个是一样的 我们四个是一样的